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賓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話我想要來跟大家聊一個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對室內設計有興趣 或者是你為了想要從事這個行業 你究竟要先從設計開始出發 再去了解到公務實務 還是先將公務實務的基礎打底扎實了以後 再回頭再來做設計 這哪一條路線對你才是最有利的呢 那為什麼今天會提到這個話題呢 就是因為我的影片底下有觀眾 就是可能他現在目前是零經驗 他開始想要做這一個 然後他問我說怎麼樣會比較好 那在這個話題開始之前的話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兩派的說法 一定都有他的一個利基點 所以以下的是以我的個人的觀點 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的話 請不要忘記幫我按一下讚 如果你有幫我按讚 我們贊數有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廣過更多的一個 需要這種資訊的一個朋友喔 好了那話不多說 那我們影片就即將開始囉 好那究竟在這兩種路線上面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才是最OK的呢 其實這跟人的一個機遇有關 只是說如果你一開始有得選擇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那如果是這個平台的老觀眾 大家都知道 我基本上是偏工程實務出身的人 然後後面再去用進修的方式 再去做設計這一塊 那這個是我之前會 三年前的我 我比較是推廣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能進去這個領域可能比較OK 但是在這個時間久了以後呢 我的想法就開始會比較有點不同了 現在的我呢 可以跟你講 我比較傾向於你從設計開始來做這件事情 慢慢再去了解工程實務 這樣會比較好 那今天的話 主要的話 是有兩點 來跟大家分享 好的 第一點呢 就是你可以訓練你的全局觀 大家可以想到 就是說 在我們一個裝修工程裡面 有非常多的一個廠商 那廠商的話 不管是木工 水電 泥座 拆除系統櫃等等的 當大家在做這個的時候呢 如果今天你投入到這個產業的時候 我現在沒有在講說 成就的高低以及收入的多寡 而是單純講說 如果你未來想要承受的室內設計 這個行業的話 你從一個廠商單點的去出發的時候 你到時候最後你的專注力 你的Focus 都會在如何把這個製程變快 或者是說 如何做得更順暢 然後或者說成本如何降低 然後如何把這個東西做得更精美 每一行各行各個都是一樣的 但是從單點廠商 你要去抓出跟你其他相關的一些廠商 或是跟你不相關的廠商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的一個心力 可以去顧到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呢 室內設計師是一個養成 所有的裝修廠商的一個 安排跟規劃的一個執行者 所以呢 從室內設計開始出發的話 你可以訓練到你的全局觀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工程什麼是需要的 什麼是可以選擇可以去選配的 那什麼東西呢 那在這個時候去做這件事情 CP值比較大 或是說如何去安排工程的一個調度 所以呢 從設計開始呢 你從你的製圖就開始再去思路 你的邏輯思考就在想說 如何去安排等等的這些事情 所以呢 第一個我建議 所以室內設計先做 設計的部分的話 就是訓練你的全局觀 那這就是第一個部分 好的 那再來我們來講第二個部分喔 第二個部分就是 當你到最後 你真的想成為一個室內設計師的時候 你開始面臨的這個戰場 就是屬於在 差異化跟美感 這個部分 那這個差異化跟美感這件事情呢 它不是一舊可承的 所謂的美感呢 它必須是要分享很多年很多年的 去做一個熏陶 如果今天你專注在公務上面 的話 那你可以學到的就是說 如果安排更多的工地 可以去安排得更順暢 成本如何降低 你的最後你的專注力會一直在那邊 但是在美感這個地方呢 你能夠提升去熏陶就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呢 你就是往設計這條路去發展的話呢 今天這個種子 已經埋下在你的一個價值觀裡面 今天呢 不管你今天出去喝咖啡 你今天出去喝茶 吃餐廳 如果今天你們出國去玩 比如說你們去海島型國家啦 歐洲國家 或者一些日韓類的國家 當地的文化建築都會有所不同 美感都有非常漂亮 以及可以讓你去學習的一些設計理念 跟一些空間的一種美感 美學在裡面 你從那裡面呢 你可能剛看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有感覺 久而久之呢 當你慢慢熏陶的時候呢 它會一次一次去更新你的觀念 所以呢 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沒有最完美的 你每次呢 都是在跟過去的自己去做比較 你的東西會越來越堅持 你的東西會越來越好 你的東西會越來越漂亮 但是這種東西沒有辦法說 今天遇到了一個迷思 將它這個所有的畢生功力全部給你 然後你馬上學會 這是沒有辦法的 那很多的工程實務這種東西呢 它是會有一定的邏輯 只要你慢慢的去學習 就一定會 但是美感這種東西 並不是喔 美感的東西 有人窮盡一生之力 你在追尋更高更高深的一種 空間概念 以及空間的美學 可能會注意到風 可能注意到光線 採光 或者是一個材質的一些變化 還是說這邊的設計與會 跟這邊會有做一個什麼呼應 這種東西呢 你必須要一點一滴的從你的生活 去慢慢的累積 累積起來了以後呢 最後才會發成你獨一無二的一個作品 那這種時間呢 隨著你工作的時間越長 你慢慢的就會有不同的一個體悟跟體認 你從別的行業 慢慢去累積 累積不起來的 你唯有一開始 你就是往這條路線先前進 所以這就是我建議大家 去學設計的一個方法 還有一個補充一個第三點 這個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我們不管是所有的一些公務廠商呢 基本上呢 比較很少會有一種 實際的一個質訊 像這一類的一個東西去開放 給大家去學習 所以其實大家入門檻的時候呢 可能就要從公司裡面 從學徒開始做 但是設計呢 其實現在呢 並且有很多的一些補習機構啦 或者一些學院 開始都有一些設計的一個課程 大家其實是比較容易可以先去入門的 所以呢 現在我建議是 你先從這些 3D 繪圖 從兼美學這種東西 你從上課裡面先去學習 當你心中埋下了一個小小的種子以後呢 慢慢的就會慢慢的發芽芽芽 那芽芽了以後呢 之後慢慢的 你就會有自己的一個風格的一個作品 那至於工程實務呢 會隨著你的工作 你跟你的師父去搭配了以後 你有不懂的 其實他們就是你現成的一個老師 你可以去跟他們詢問 可以去跟他們請教 相信在跟你配合的過程中的時候 大家都是存著善念 都不會藏私 會慢慢的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為什麼而來 為什麼這工法要去如此的施作 所以呢 以我現在的感覺來講的話呢 就是從設計開始 才是對你CP值比較好囉 那以上 僅僅是我個人的一個分享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話題有什麼 一些想法想要跟我們討論的話呢 請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喔 掰掰